这是一个修饺店 在武汉还挺有名的 已经被封了 因为这是公共场所 因为担心我们这边马上会封城 所以我跟鸡婆现在趁夜里 赶紧来超市买点 粮食啊蔬菜 囤积起来 进来的时候 门口要查48小时核酸 如果没做核酸还进不来 必须要有核酸才行 你要没有核酸 你会变成灰马 现在又有个灰马 就是说没有核酸的话 就是个灰马 其实这点看我们身边的朋友 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人 都已经开始在买米买油买面 看得到的 我们也觉得也是皇后 家里也啥也没有 改年来搞点东西 好了我们买完了 今天晚上主要的 站题就是 一桶油 然后这种散称的米 再加上两桶挂面 他就跟我不知道哪根神机 有点不对 买了几桶老饭三菜 有老饭三菜 放进里面 就这花了275块钱 这能管一阵呢 几袋米一桶油 这样的三袋米 一桶油 两桶挂面 还有一袋高筋面粉 准备回去研究做一些什么面包啥的 看能不能做好 还有一个原因呢 我刚才就在今日头条上看到一个新闻 说是那个CEA 就是美国的那个国家安全局说 有可能俄国要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我一想这个使用核武器的话 乌克兰不是粮仓吗 要是用了核武器 那全世界的粮食 不又要紧张了吗 这也算是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才来买东西的 谢谢大家